HELLO 大家好,我是Renny佳云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挑戰一個都市傳說啦 可是呢,今天我們要來挑戰的都市傳說 不是屬於恐怖類型的 而是我們要挑戰一個都市傳說 就是它可以讓你的願望成真 那當然不是求財那些 而是改善你自己的個人缺點 畢竟我也沒那麼大膽去看 玩這種關於鬼的這些都市傳說啦 所以呢,我們就不要那麼大膽 就小膽一點,來玩這個比較和諧 比較快樂的都市傳說吧 OK,那要玩這個都市傳說呢 你首先要準備什麼呢 首先你要準備兩個玻璃瓶 一定要是玻璃瓶喔 然後,一個是裝可以食用的水 就是可以喝的水 那一個呢,不要裝水 兩個空了玻璃瓶就這樣擺著 對,然後呢,再來準備一個便利貼 OK,那這個都市傳說要怎麼進行呢 首先呢,你先拿出一塊便利貼 寫你現在的現狀 比如說我想改善的缺點就是懶惰這個缺點 因為有些老師給我功課之後啊 我都不會去做 這個就是代表你的現狀 這就代表你的未來 所以就先寫懶惰 好,寫好了 可能有點小,你們可能看不到 懶惰溫習功課 我們把它貼在現狀這邊 貼著,這邊 這邊寫你要的未來 未來就是傾勞 好,寫好了 傾勞溫習功課 現在我們把它撕下來 貼在我的未來這個罐子上面 那貼好了 現在你就要心理一下 你現在是什麼樣子 未來將會是什麼樣子呢 所以呢,現在我們就讓我們來想一下 OK,想好了 那現在呢,我們專心的把這個水倒到這邊來 OK,那現在呢 我們專心的把這個倒到這邊來吧 要非常專心哦 然後再一口氣把它乾下去 乾嘛呢 那我們要來繼續期待 這一年裡面 我會不會有改變呢 會不會變得更加勤勞的溫習功課呢 那這就要看我們的未來啦 現在還不能下一個定論 OK啦,影片也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請幫我按個讚並且分享 希望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哦 週末,你也可以看到我的FB粉絲好 我的IG去幫我一個讚 OK啦,希望我們下次再會 Bye